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聊一下科技的事 第一呢 中国科技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进展 我们都很高兴 就是对脑机接口 可以控制非人灵长类 就是说在脑机接口的研究上 中国走得比较快 比较快速的进行了 那些脑机接口的实验 跟世界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这个呢这是一方面 那说这个事的时候 然后这个科技的时候 更多的我们还是要聊一些 科技的伦理问题 因为前面我们讲人工智能 Chat GPT 然后呢在人工智能 其实再早的那个元宇宙 其实讲元宇宙的时候 已经提出了脑机接口的概念了 包括呢当时是不压眼镜也在提 而且提这个脑机接口 可以说靠这种脑机接口的控制 代替神经元啊 做一些病人的康复啊 什么什么 当然啊 这都是做一些对人类呢 比较美好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事呢 中国走得比较快啊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中国在这些问题上 对于这个伦理的事情 其实中国讨论的比较少 所谓的叫做障碍比较少吧 但是这个到底这障碍该不该有 咱们其实还要想一想的 早期的你像干细胞啊 克隆啊 这些技术的发展 都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 而且前面这个克隆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这松啊 有人就敢干嘛 对吧 就是已经做基因编辑 孩子生出来了 对吧 跟艾滋病有关 什么是某些基因等等 基因改造的 孩子就生出来了 当然后来呢 判刑了 那些我们校友干的事 当初也是学物理的 现在呢 脑机接口这件事啊 一样也有一些伦理问题 就是说的话 你如果这脑机接口 能做的话 那么呢 我们就这么讲 以后的话呢 通过外部精神控制一个人 那已经不是说简单的 语言呢 心理呀 这种的操作 它就变成了一个 切实可以的技术通道 对吧 你控制一些人 把一些人呢 植入芯片 一些人可能他不知道的时候的话 就被你控制着干了坏事 甚至的话呢 你像现在 好多人说 只是抓着人呢 嘎腰子 对吧 弄器官 以后呢 他如果把你这人抓住 给你脑子里安了个芯片 然后被他控制住了 而且这种控制住了 你还很难发现 甚至呢 就算发现了 你也很难啊 恢复 已经控制了 你就变成了不可控制 不可控制 不让他控制 这人就死了 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的话 你要往深了想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科技的发展啊 其实对于这个人类社会 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你这个人 真是脑机接口 能被外部控制会如何 现在呢 咱们的生物技术 没有这样的手段 但是一旦这个生物技术 有这个手段 你被外部控制 外部又连着这是什么 连着可能是电脑啊 连着是什么 其他人啊 甚至其他国家啊 它的整个社会组织 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件事 你这个研究了 这个技术 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它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这种技术的话呢 这种黑科技嘛 美国的话 说是不让研究 那也保不起 它什么组织呢 在暗黑的研究 所以这样的这个技术 其实你研究出来的话 在中国是现在啊 所有研究的人 都想的是什么 我研究出来了以后 发论文 把论文发出来以后呢 我有科学 有什么样的 有地位 有什么的 你就像这个基因编辑的话 你像中国的 我们这些研究出来 就是发论文 美国就说了 你这种公开研究 你发论文 干什么的 那都有在伦理问题 可能要出大问题的 但是啊 就像研究生物武器一样 美国的生物武器 肯定是在研究的 美国的某些组织 我相信它也是在研究的 但是的话呢 它不会发论文的 对吧 那美国生物武器 研究的有什么样的进展 它能发论文吗 实际上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现在是什么呢 它有伦理问题 而且呢 这个研究呢 确实是中国呢 不应该比世界落后 我一直说了 有些的话呢 技术和产品 技术和应用 是有区别的 包括呢 你看转机音也一样 产品和技术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但是这些呢 有些黑科技啊 还真的就是 只能做黑科技 你是不能就说呢 全球分享的带有 非常强的 对人类社会组织的颠覆性 一旦你要被一些 黑恶组织掌握了 那不是玩的事 你就这么讲 你能控制了灵长类 和能控制人 有多大区别呢 是这么一个状态 你要一旦变成 它这些能控制人了 下边的话 它会不会控制一些人 就是干坏事啊 它把你彻底就控制了 变成傀儡 所以这个事 科技出来了以后 一方面我们看到 中国的进步 我们挺高兴的 另外一方面 也看到什么 这个事里头的 带来的问题和影响 可能比你想象的多 尤其这个伦理问题 而且这个事呢 美国未必他没搞 但是他搞了 他没公开 但中国搞了 那就是公开的 还作为成果到处报 第二个影响的话 将来世界会怎么样 既然现在的话呢 你看我们那个 Chat GPT出现以来 对于这个人工智能 和对人类的影响 人类生活的影响 会怎么样 包括呢 你机器人会不会去控制人类 这都是想的问题 这些机器人能不能控制人类 这也是伦理问题 你现在如果是变成什么呢 你这一个机器 外部的一个机器 一个算法 它能的话呢 有一个接口能控制你的人脑 这就是一个重大的跨越 你要如果是原来没有跨越的话 永远是你这个机器是人脑来操作 而这个机器的 它反过来 它不能控制人脑 那你是安全的 你要变成这机器反过来 能控制人脑会如何 而且的 你要说这个脑接口能控制 咱们就这么讲 能控制猿猴的脑子 能控制什么 包括现在的人工智能算法 也很多时候 能和人模拟的非常像的时候 它能控制这些灵长类 能控制其他的 甚至其他的非灵长类动物 它控制这些动物 有了人的行为会如何 给你社会要造成多大的影响 动物有了人类的智力 你控制它干个什么坏事 对吧 包括你前面说 控制人干了什么坏事 所以这个东西啊 出来了以后啊 我觉得这个科技上的 是一方面是突飞猛进 另一方面 就这个伦理问题怎么办 而且这个的研究 是否该公开 是否该全球共享 都要想了 因为那个科学的体系是什么 其实近代西方科技的大发展 它是要建立了个全球共享的体系 谁有了什么样的新的科学发现 谁的首先想的是什么 我去发论文 我去公之于众 然后给我的科学发现 崇高的声誉 我有科学家 有那个社会地位 等等等等等等 它是这么样的一套价值评价体系 但是你对于这个伦理有重大影响 对人类生存有重大影响的一些科技 在近代的时候 当然是不具备这样的状态 而现在人类走到了这一个边缘 就是我做的话呢 我能真的控制人脑了 真的能什么了 真的可能呢 你就像传说中的这个神 有了神力了以后 这个社会会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啊 伦理问题 可能要更多的思考 而且这个思考这些伦理问题啊 还不是科学家的事 科学家是利益集团 科学家都愿意有什么科学发现 掌握什么样的技术 能带来什么样的收益 但是带来这样的收益的时候 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贡献 是让你的社会更好呢 还是更混乱 这是大家要想的问题 谢谢观看 今天这个话题啊 就给大家开了个头 有机会还会再深度的聊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